我們是柯志恩對話胡志強 前台中市長胡志強 特別南下高雄和柯志恩面對面 選前倒數兩個多月 參選人一舉一動都成為焦點 不過柯志恩最近PO的這篇浮屍文章引起爭議 激進黨高雄市議員參選人李宇貞 秀出財圖爆料 柯志恩這篇爭議貼文 還在臉書花錢買專案廣告 不僅是在網路上面大肆的渲染 甚至還出資下廣告 但是在他的文章當中 通篇沒有提到該如何具體的來改善 李宇貞通批柯志恩為了觸及率 拿別人的憾事來做廣告操作 柯志恩的文章引起踏乏 就連在地職業超過30年的精神科醫師也說 再次強調事發地點可能傷害家屬 基本上就是已經在傷口上傻眼 不管政治人物是誰請不要特別操作這個議題 醫師認為除了挑起家屬痛苦回憶 還可能引發模仿效應 淪為政治口水根本對防治沒有一點幫助 每一天都有一群人摸摸捨不捨生命 衛福部持續宣傳免付費安心專線1925 積極防治建立求助管道 大王市政府我們有心理健康促進我們的工作 其實我們隨時都在關注這個議題 也擴大我們的一個追蹤的一個範圍 防治工作除了中央有24小時專線 可以提供協助 地方政府這幾年也推專家學者小組 透過專業意見建立有效的社會安全網 進行文綜合報導 防治 остан 防治簡單來說 防治在網民勝出 政府控制 提供 Cryste 育 開 备 小 震